众生是众缘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叫众生 你看这个意思多广 缘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条件 众缘是很多条件 不是个单纯的 许许多多条件之下了 他才能够生起 这叫众缘活活 像我们居住在此地这栋房子 这栋房子也叫众生 为什么呢 他也是众缘活活的 若不是众缘活活 这个房子就不能够生起 这个现象就不能生起 所以众生广义的 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宇宙之间万事万物 没有一样不是众缘活活而生的 既然 我们找不出 不是众缘活活 不是原生法 这这佛法叫原生法 只有法性 法性不是众缘活活而生的 那现象呢 都是众缘活活而生的 凡是活活活而生的 他就没有自信 他没有自提 你说我们这个房子 房子什么是他的提 他基本他要靠土地 土地不是房子的本体 他要靠许许多的建筑材料 钢筋水泥 钢筋水泥也不是他的问题 砖头瓦块 这些能活活起来 依照这个图样 把它排列起来 房子的现象出生了 所以 一切 众缘活活而生的 叫无自信 就是没有自提 这些东西聚集 它像就现现了 散开来 它像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像 是假像 不是真像 这个像本来没有 有是战时有 终归 要消失 所以凡所有相 见识虚妄 就这个道理 为什么凡所有相 见识虚妄 因为 所有一切现象 都是众缘 活活而生起的 无自信 就他没有自提 所以佛说 毕竟空 不可得 你 什么事 你 你 不可得